不好意思 感謝陳佳華老師 Cue我 然後其實我原本也沒有想說要來發言 只是想說陪紅香阿姨上來看看 因為早些年在那個什麼 在苗栗的各個社會運動現場 我們其實是很好的佔有 然後我在想說因為那個什麼 因為蔡英文總統大概在8月28號 就直接用行政命令 然後7天就通過這一個瘦肉精美豬的事情 然後他讓我這幾天 我其實從他通過的時候到這幾天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不斷的再重複著去回想 我們民主前輩為我們做過的事情 包含像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是那個因為鄭南龍製粉 然後所以他跟著鄭南龍一起製粉的戰異化 他有講過說 他們當他們每次同志見面的時候 有少不了一定要罵萬惡的國民黨 然後罵得起勁的時候 大家就這樣直接過了一個晚上 然後但是戰異化認為說 這對他來講是一種心靈的行求 因為他說罵國民黨那有什麼用 就是說國民黨不值得罵 他不是不懂的是非 他只是無意遵守而已 如果對我們來講我們只要把他趕下台 然後罵他的話 有種就是到總統府光天化日的去罵他 然後把他趕下台來 那其實戰異化的朋友也有講說 其實他想一想 現在的民進黨也是這樣 這是他在2004年說的話 那我們今年已經進入到2020年了 那政府用一紙的行政命令 然後再通過一個那個什麼 通過一個這樣的瘦肉精美豬牛進口 然後如果大家有仔細看到這幾天的網路 還有這幾天所有的論壇上面 他們都是說如果你要討論請你跟我細緻討論 但是今天這個可以細緻討論的空間的時候 我們的衛福部有人來嗎 當他要用七天的行政命令就通過這個的時候 他有來嗎 其實是我們很願意跟他做細緻討論 可是他不願意跟我們做細緻討論 包含像我這幾天不斷的回去看林生祥 當年反WTO的時候 做成的專輯 交工樂團的 舉發夜行軍裡面的專輯 怎麼講WTO以後 你當你國與國之間做所謂的貿易協定的時候 誰會損失 誰會受到補償 誰到最後最弱勢者的下場是怎麼樣 講得一清二楚 我們台灣在民國2000年的時候就已經經過過 經過所謂貿易協定下 會有很多犧牲者 那政府有沒有看到這些犧牲者在哪裡 我覺得那是重點 剛才相以哽咽 那我們除了我在想 我們除了憤怒 我們除了哽咽 我們還能幹嘛 難道 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是很想衝政府 如果有想要衝政府的可以聯絡我 我是真的覺得 這種政府把他趕下台就好了 你跟他講道理 講再多道理 他也不聽你講道理